今天和朋友们聊一聊复杂的美国个人所得税 争取在中间发现一些对您有用的关键点 大家好,我是老远 为什么要聊聊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呢? 因为我发现这几年啊 像我一样刚来美国几年的朋友非常多 那我相信啊,一个刚刚来美国的人 不可能对美国的税法那么了解 那就像我一样,我在美国报税已经好几年了 但是我从第一年报税到现在 其实我的税表的情况变化非常大 我也知道了很多的新知识 也了解到了很多我最开始压根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相信新来的朋友 他不可能对美国的税法有这么清晰的了解 和这么深刻的认知 哪些能省税 所以呢,就用我自己的实际案例 给大家讲一讲,分析一下 有哪些关键点大家可以掌握住 可能对您呢,会有好处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呢 因为马上就进入10月份了 2023年呢,还有三个月 我觉得如果您了解到了一些关键点 在未来的三个月里去实施一些的动作的话 可能对您省税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因为美国的个人所得的税法呢 是非常复杂的 那我也不是专业的会计师 虽然我是学财务出身的 原来我也做过财务工作 但是呢,对于美国税法这一块 我建议大家如果有专业的问题 还是找到你的会计师来请他咨询 我呢,只想分享给大家我的实际经验 如果里面有哪些点对您有作用 那这个视频就是非常成功的 视频正是开始之前 请订阅老院的频道 点击视频右侧小铃铛 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 那美国报税啊 这个税表是非常多的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呢 不用上来就强制自己背下来 每个表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呢 它这个收入的总表叫做1040 这个1040表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AGI 应该是在1040表的第11行 AGI的意思就是调整后总收入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很多美国的政府机构 衡量一个家庭的收入的最重要的指标 你像我在新泽西买医疗保险 所谓的奥巴马保险 一家四口 只要年收入不超过14万美元 你就符合这个资格 所以它衡量的标准是AGI 你这个数字是不是达到了14万美元 那调整后总收入AGI 顾名思义 它就是等于你的总收入 也就是你各种收入的汇总 你是工资啊 是房租啊 是这个利息啊 还是股票分红啊 那还有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的资本利得 也就是你的炒股票的收入啊 那就是你的总收入 再减去一些 可以在税前减免的项目 这样得出的结果 就是调整后总收入 AGI 那其中的关键点 以我个人经验来说呢 第一 你的资本利得 这是一个关键 第二 可减免项目 其中有两个 第一个呢 是健康储蓄账户 叫HSA 第二个 是你的退休养老账户 叫IRA 这两个 我现在都有操作 那所谓的 合理合法的避税 其实就是在你的总收入 已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 就是你的工资啊 你的这个房租收入啊 你的利息收入啊 那你的分红啊 这些你不可控的因素 已经决定了之后 你怎么通过 调整你的资本利得 还有呢 增加你的免税减免项目 那这样呢 来减少你的调整后所收入 就是AGI 那第一个关键点呢 就是你的资本利得的多少 所谓资本利得呢 就是你炒股票的收入 大多数人啊 是炒股票的收入 那这个收入呢 实际上是以你 卖出实现为准 如果你一直不卖 这个不叫资本利得 是没有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分长期资本利得 和短期资本利得 长期就是你持有这个股票 你从卖出 到买入 这一段时间 超过一年 你叫长期资本利得 你的获利 那短期资本利得呢 就是你卖出 在买入之后的一年之内 那你叫短期资本利得 这两个什么区别呢 咱们以普通人举例啊 如果一个人的税率是20% 如果说你卖股票 你持有这个股票 不超过一年 就短期资本利得 你的税率可能就是20% 但是如果你持有这个股票 超过一年 你给它卖了 那你实现的这个 这个资本利得呢 就是长期资本利得 它的税率大概就是10% 所以差别还是很大的 另外呢 它的这个收入 就是资本利得的收入 是要求你炒股票 盈利的 再减去你炒股票 亏损的 不能是你持有的 必须对是卖出的 那收入减去亏损 这个差稳 是你真正的资本利得 咱们就以我的实际情况 给大家举个例子 让大家理解一下 这中间有什么可操作的 那假如说 我今年现在总收入 已经相对稳定了 就是10万美元 那现在我就要考虑 我是不是要买股票 那我实际上呢 一共有5只股票 车中有一只 现在盈利呢 超过了9万美元 那另外几只呢 有些小的亏损 大概总共的亏损 大概是2万 所以我现在就要想 我怎么办 第一 如果我亏损 我说我长期持有 我不动 我把这个盈利的卖掉的话 那我一下子收入 就增加了9万美元 就从10万变成了19万了 所以我的税率呢 也会限量的提高 第二呢 我可以考虑的是 我把我的盈利的这个 分一部分来卖 就是有一部分放在今年卖 有一部分放在明年卖 那比如说 我今年卖的 实现了5万美元的盈利 但是呢 我可以同时卖一只 或两只我亏损的股票 这两只呢 比如说亏损了1万美元 那我一嘎这个差 就是我今年的资本利得 就会变成4万美元 那同时呢 我这些所有的都是长期的 所以我这4万美元的 应该交的税 是长期资本利得的这个税 所以这个呢 就是你可控的这个范围 就是你怎么去核底的避税 你可以根据你现在自己测算的 你今年的总收入 比如说你的工资啊 你在分红啊 你在海外的房产的租金收入啊 这些你都算下来 你对你自己有一个估算 然后呢 你要知道你今年的目标 你是想多少的税率 你有没有现金去交这些税 所以呢 来匹配到你的资本利得 你想实现多少在今年 这就是你可以调控的这个点 还有一点啊 美国资本利得的亏损 它是有限额的 一年最多就是3000美元 就是你今年 资本利得是亏损 不管你亏了多少 是2万3万 它只能给你3000是免税了 那做视频不易啊 如果你都看到这了 一定请帮我点个赞 点个小信息 谢谢 那税前减免项目里面啊 第一个就是HSA 健康储蓄账户 你存寄的钱 是可以从总收入里面扣除的 就这部分钱是免税的 你像我本人呢 也是开了HSA账户 这个最大的优处呢 就是你可以在税前抵扣 像我们一家四口呢 可以是7750的额度 这个健康储蓄账户呢 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你像我呢 就是因为我自己买的医疗保险 但是呢 这种医疗保险是一种特殊的 你符合这个要求的 这种医疗保险 这样的人 才能开这个HSA账户 像我呢 就是去美洲银行 就是BOA 开的这个HSA账户 最后呢 拿到一个卡 就是这个卡 这样的 一个借记卡 那这里头存进去的钱 有什么要求 有什么用呢 首先呢 你存进去以后 这个钱是不能动的 你是在59岁以后 才可以取 但是呢 它的好处就是说呢 你现在不能随便拿出来 但是你可以用 用在哪里呢 用在你家里的相关的 跟医疗有关系的支出 比如说你的孩子去看牙医 那就可以用这个卡里的钱 比如说在一些药店 它写着这个柜台 可以用HSA账户支付 你可以用这个卡去支付这些钱 另外呢 存进去的钱是可以投资的 像我呢 存了两年还是三年了啊 一大部分钱 是我儿子整牙用掉了 另外的钱呢 我就投资了 但是这个投资呢 也有一定不好 它就是只能投资一些基金 不能买具体的股票 这个健康主义账户啊 像今年 你可以存的总额呢 它是7750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我10万美元的一个总收入 加上我4万的一个资本利得 那我今年又把我的7750 存满了全家的 那我就是14万减去7750 另外有一些人啊 他的雇主也会给你 存这个HSA账户 他存一部分 你可以再存另外一部分 说句实话啊 开设HSA账户呢 有点复杂 但是它是真免税 一年7750 我估计等到59岁 我取的时候 里面的钱呢 应该够我们全家人 一年的生活费了 那第二个 可以在税前减免的项目呢 叫做IRA 个人退休账户 这个呢 有两个 一个是传统的 一个是呢 税后的 那这个账户呢 开设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你在一些银行啊 一些证券公司啊 都可以开 这个额度呢 今年也是有调整的 一个人 2023年呢 是可以存 6500块钱 那我和我老婆 两个人呢 就是13000 所以像刚才的 14万美元的收入 减去7750 再减去13000 所以就是 我的AGI呢 就会变成12吧 那我们就会按照 AGI是12万美元 来计算我的 个人所的税 所以个人退休账户呢 它是分税前的和税后的 如果你要是省事 你就现在拿税后的钱存进去 将来取的时候呢 就不会有税的问题 如果你现在是用税前 就是现在像我这样的 在今年 抵扣税了 那我存进去的钱呢 将来取的时候 因为这个账户是可以作为投资的 所以你投资以后的收入 将来还是要再补税的 那个人退休账户啊 IRA 不能取 不能用 只能用来投资 最早取的时间呢 应该是在 接近60岁的时候 67岁以后取呢 是最划算的 基本上呢 没有什么税了 它的好处 就是现在立马可以省税 那调整后总收入 出来以后呢 其实并不是按这个就交税了 它每年呢 还是有标准扣出额 比如说啊 像我这样的 已婚 联合报税 那一年标准扣出额呢 是25,900美元 另外还有一些呢 是根据你的家庭实际情况抵扣的 比如说有没有孩子 有几个孩子 孩子是多大 你的自住房 有没有贷款 你自住房的一些 递税支出 你有没有买电车 符不符合税收抵扣的这个要求 需要注意一点呢 美国有一个规定是说 照料税收抵免 就是你有孩子 比如说你有两个 不养的孩子 其中一个孩子 只要不超过12岁 那他有一个钱呢 是给你 你可以花出去的 这个因为我们家是有两个孩子 其中一个是12岁呢 那这个额度呢 是8,000美元 这个钱呢 主要是用在相机幼儿园的学费啊 或者一些课外班的这些费用啊 那这个一年的额度是8,000 这个钱是你有花出去 拿着他们机构给你开的这些证明 然后才可以抵扣这8,000块钱 不用交税 如果你们家只有一个孩子要富养 那这个额度呢 是4,000 当然了 这个年龄是不能超过12岁的 所以以我为例啊 你看总数 假如说他有10万 然后有4万的资本利得收入 我再减去呢 HSA7750 再减去呢 IRA13000 然后还有很多的抵减项目 标准抵扣额度25,900 然后再减去 其他的 7扣8扣 最后你真正需要交税的 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可能也就7万啊 8万啊 6万啊 也就差不多这样 所以总结下来啊 你能可控的这些项目 就是你资本利得有多少啊 有没有啊 你有没有健康主义账户啊 有没有个人退休账户啊 有没有买电车啊 有没有买自住房啊 有没有给你的小孩 有一些额外的花费啊 这些呢 就是你能合理合法的少交税 就是靠这些 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啊 简单说一下 你比如说像我 在中国 他是有房租收入的 那这一部分呢 你当时交的税 也可以拿过来抵扣 还有就是呢 你是找会计师报税 还是说你自行报税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网上的软件 我个人的经验呢 就是你的税表如果非常简单 那你就自己报 这个非常容易 如果说你的税表比较复杂 你的项目比较多 那最好呢 是找一个有经验的会计师来帮你报 还有一点呢 就是现在报税的文件特别多 有的呢 还是电子的 所以你要做好这个收集工作 把所有东西呢 放在一起 然后尽量提前去报税 不要拖到最后 虽然说截止这期呢 是4月15号 但是呢 尽量提前 比如说3月末就给它报完 还有一点呢 美国联邦和各个州是不一样的 我刚才讲的呢 大多数都是联邦税 各个州的规定呢 也不一样 另外呢 美国是税收的预缴制 你像我在新泽西州 每年都会交一部分税 所以说呢 我是每个季度 一定要提前预缴 这个额度呢 最好是比你实际交的税呢 要多一点 如果你要少了的话 少了太多的话 它可能会有罚款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再见